你来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华语 生命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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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只要处理这档 应该当只有快乐 而无痛苦 这是错误的看法 当我们最努力 到处在身体和心理上的时 就是正正正 关流可以生存 同样 生命是由无所的消息 驾驳理性的 我们的努力 就参存关流生存同样 虽然借 但是每一天都能够一点点嘛 最后 将会被集围台穿 中午一天 我们的努力 会把五字完全启渡掉 但是 对于我们每天的努力 这是非常少的努力 也应该做 云南坡 别有声音乐 我们的努力 只要 我們還在關心細感的種種 在這期待重點到的幫助 就不可能有超過的意識 每當細小的念頭生氣的時候 我們可以檢驗它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最終的幫助 但是不是的話 如果這樣 我們就能去憶地下起它 我們就是真正的情境 我們知道 是人心靈 我們是大部分人的心靈 是大部分人的味道 如果這樣的 информ境 都是无量级的 为了可以看到真理 我们需要共产的心灵 有重量的心灵 在三座中 我们学习 射起各种念头和想法 你专注于相关 但是我们没有射起的位 我们就无法称立三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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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样的风险 你得到处中一分点 由于这是分岁无来 你是可以保持在的受到胸 如果感觉到决定 撩动不安时 要用注意力 应当到导致的 保持全心 跟全心观众 并滤滤不动地散烧 透过这样的风险 你会变你全人全主一心 特别相为调记 由这是奉役丁贵实的地物 关于贪欲 1.贪欲的缓缓 就是妙观察地 2.愤怒的缓缓 就是台缓境地 3.气的缓缓 这是花改天性地 2. shop 将骄傲到这道以为作用 两者会专为平定性地到性色作地 简单来说 实际是由五豆理性 五豆接来自于三豆 做到变色三豆 并将这一味的药 你变微笑了三种够话 也没有在三合处之中 三种够话 1. 照着尽管贪欲的体型 并按住在家出体型的状态中 你经验到路 这就生了入中 你离开后反映的药物 这便是改革处 2. 照着尽管贪欲的体型 并按住在家出体型的状态中 你经验到路 这就生了经重 你离开后反映的愤怒 这便是三无地的愤怨 3. 照着尽管贪欲的体型 并按住在家出体型的状态中 你经验到无念 这就生了沦中 你离开后反映的愤态 这就是分白地的愤怨 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5-8482 沪明 中华应景协会 民国96年恩师进宫上人 命悟豪来到弥陀 海明寺 发新整修至今 工程中包含购置前缆厂 右边土地及凉亭小木屋之建设 内部疗房重新装潢及各店整修粉刷 乃至宝塔重新整修 甲山 停车场及电梯安装 业已完成 让海明寺令人容易放松 清静而不严肃 却不失庄严的修行道场 唯独海明寺尚无山门 而此时机 经济疲乏 前方土地 民房及盖山门工程预估约5000多万 互生此念 开放宝塔五楼 生重塔位给50位 发新护法VIP功德主与佛有约 来成就三门之构建 此因缘记载海明寺后代佛子 佛孙 莫忘施主恩 因欢喜履行与佛有约之义无条款 现任房账 务好首书 2020 11月18日 寺院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 的楼水 甚至楼殿 还看着发现 老大人拨桌 修胸 荣源寺是在台北市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 围绕都根申请第一间寺庙 整栋建筑物都是室内登记 让出家人有资源可以在佛法的教理 深入金藏 除此之外 荣源夜间佛学 还有做慈善 帮助弱势团体 目前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 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于十方的父子 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 让社会更认识佛教 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 来进化整个人心 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 给我们导三行导佛情 是在法华经里面 告诉我们过去佛与现在佛 佛佛道同为佛与佛 乃能正知诸法实相 让一切众生了解 我们本来都能够透过佛法修行 来成就来解脱 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 从今至到现在 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 那当然希望阿拼 要再做很多经历 大家到三行 让他能够早日完成 发挥都市道场 宏法律生的功能 佛陀时代 有位婆罗门国王名教多位写 平日信奉九十六种外道 一天 国王呼谋善心 欲行大布施 于是依照婆罗门教的规定 将其积聚如山的奇珍异宝 布施给需要帮助的人 若有人来求助 便请他自取一戳珍宝而去 奇怪的是 国王如此布施了数日 珍宝一点也都没有减少 佛陀知道国王素氏基伏 度化姻缘成熟 于是变化成外道修行者 前往该国 国王知道有行者远来 便出来接见 寒暄做礼后 国王问 你来此地 有何请求吗 可以直说 不用客气 行者回答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 想跟国王化圆珍宝 建造屋宅 国王听了 告诉行者 没问题 你就自取一戳珍宝吧 行者取了一戳珍宝 走了七步 又将珠宝放回原处 国王疑惑地问他 诶 你为何要放回去呢 行者回答 这戳珍宝变卖后 只够我建盖防射而已啊 日后 要再取七 就不顾用了 所以 不如不取 国王一听 说 这还不简单 那你就取三戳珍宝吧 于是行者取了三戳珍宝 走了七步后 还是回头将珠宝放回原处 国王又问他 诶 怪了 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 行者回答 这三戳珍宝 只够我取七 没有剩余的钱 可以购买田地 奴婢 牛马 既然无法满足我的欲望 还不如放下 于是国王又应允他 取七戳珍宝 行者走了七步 还是又退还回去 国王再度询问原因 行者回答 我取七后 还会生儿育女啊 子女从出生到嫁娶 一切所需 难可计量 所以我决定 还是不要了吧 国王听了 大方地说 不要担心 我将所有的珍宝都布施给你 你就不许再为将来烦忧了 行者原本已要接受国王的供养 但想了想 还是拒绝国王的好意 准备告辞 国王疑惑地问 哎 你为何 还是不接受我的供养呢 行者说 嗯 本来我是想要 汲取珍宝 好定生活 充裕无缺啊 但我深入思维 却发现 人生不短 万物如常 若是追逐财物 贪求五欲 忘记未来 只是徒增忧苦 一日只比一日更加烦恼而已 还不如放下这些贪欲 精进修行 勤求佛道 所以我决定 再也不需要任何珍宝了 国王听了行者的话 心开意解 也愿意归依佛教 于是 佛头恢复本貌 腾身虚空 献光明身相 为国王说了一首祭语 虽得鸡珍宝 从高至于天 如是满世间 不如见到鸡 不善相如善 爱如四不爱 以苦为乐相 狂乎为所厌 国王与大臣见到佛陀如此端严的光明瑞相 又听闻佛陀唯妙的开示 法喜非常 纷纷求受五戒 当下极正虚陀还果 典故灾字 法句辟语经 卷三 八大人绝经云 心无焰足 为得多求 增长罪恶 菩萨不耳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为会事业 行者当了达世间无常 四大苦空 五阴无我 甲合之声终归便灭 若只望以为实有 就尽不得自在 唯有少欲知足 适得自信珍宝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